就有点费解了对吧 他的人的思维是跟正常人是不一样 比如说我说他吹牛为啥 他在哪呢 就是说有爱闲的 有一次我就上他那吃饭 吃饭呢 然后他就 晚上爱喝点小酒吗 每天 往那倒点二锅头喝上了 但是旁边摆了一个茅台的酒瓶 我就没明白啥意思 晚上后来那他是咱们 发朋友圈 喝着二锅头 发着朋友圈 玩闲着好像是喝着茅台似的 我说你这不是装大鱼的狼吗 我对着茅台的瓶座 喝什么都是茅台 这是我的一种信念 我以前呢 是能喝得起茅台的 现在呢 因为一些原因 可能是条约上有点困难了 但是呢 我还是坚信 别看我今年五十了 我还是坚信 过去的好生活 我一定会拿回来的 你就是说你想是说 你个系里想说我是喝点茅台 那你也不用说 拿一个二锅头酒喝着 晚上见头发朋友圈 写没这个事 是不是 我觉得就是这个人做事太虚伪了 太虚假了 这是对自己的一种激励 是是是是 就是您只要二锅头 不是茅台的瓶子往那一摆 您觉得就是茅台了 是吧 对 他离谱事太多了 你看他这么大的年龄 自己以后一个月 自己以后一个月挣个三千多块钱 生活还挺不是说那么太富裕 我还是他有一个什么想法 我还是他有一个什么想法呢 领养一个孩子 就说自己是学文学的 然后想呢 自己有一些梦想 年轻那时候没实现了 然后想要领养一个孩子呢 把他这个梦想 让这个孩子去给他实现 我说你自己都没有一步好 然后你能把人家孩子交好吗 你不是无人指定吗 是不是 再者说这个事 你说他靠谱吗 你都不能自己养活你自己 怎么养活那孩子 他不看出来 现在看是有点困难 领养个孩子 现在看是有点困难 但是啊 我今天没钱 可不代表我明天没钱 是是是是 您昨天有钱 可不代表您今天也有钱 对 这也是 那您就跟他分了吧 是 今天来了不就是想要分了吗 在生活里分了不就得了吗 就是 现在就是 但是他就总给我打电话呀 又找我呀什么的 往上纠缠你 纠缠我 干嘛纠缠人家呀 这个怎么说呢 他这个人我很喜欢呢 没人也利索 家伙活干得也好 遇见这么一个人呢 不容易 所以您不愿意放手 我们俩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感情基础的 他主要您要求的什么缝纫呢 这些他也弄不来 您觉得那个特雅致的东西 他也搞不来 他配不上你 那个可以 我可以适当的放弃一间吗 哦 嗯 反正他不能走了是吧 对 这可麻烦了 他干的这些事就是说脑袋 真的太缺钱了 还有一个就是说 他们家楼上 租着一个住户 就是每天晚上 他说他休息不好吗 我说咋休息不好啊 他说每天晚上楼上 那个住户啊 就是说天天的 就是半夜半夜睡觉 他说睡吧 我说那你就找局委会呗 跟他说一下了 是不是 妹他说的我找咱们那个楼上那个房东了 我说你找房东干啥呀 他说的我给房东啊 呃多加200块钱给他撵走 然后我把那房子租下来 你说他现在挣这个钱 他还要租那个房子去 然后你租下来 你把钱都花在这些用不着的地方上来 呀你心里特别不熟悉 这种办事方法 嗯 哈哈哈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